手机我们来使用 Handout 那 你可以怎么做 在你的 应用程式里面 只找到Google的应用程式 然后请你点选 Handout 那这时候他就会把你所有的 使用者在这里列出来 你要跟谁 做讨论比方说 我想跟 刚才的选程老师通话 就点选这个 你会看到你之前通话的状况 那你可以 传送 表情图 你可以转传送表情图 也可以 传送图片 相片 然后你也可以使用webcam 然后这些都可以使用 使用完结束你只要按回上一页就可以了 通话 这是直接打电话 这里直接打电话 这边是视讯 然后这边 参与者的选项 参与者的选项 还有很多对话群组都可以做 所以在手机上使用 也算是相当方便 那你只要把Handout的这个 APP 装起来 那就可以使用 你也会去下行吗 所以 我们可以做到的 无论 是